大家好,我是崇光老師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就是這一台 這一台叫做橡皮筋動力車 或者是加光碟車 它是以光碟當作輪子 然後以橡皮筋它的彈力當作動力 讓它可以向前跑 那使用方法非常簡單 你呢 這裡有一隻筷子長的筷子你把它轉轉轉轉 那轉到你要的圈速之後呢,轉到你要的圈速你只要 放著 放著 然後呢,放開 再試一次,放開 它呢,橡皮筋的動力就會轉換 成它前進的動力,像這樣子 那就往前跑 好,那今天我們要教這一支 那製作的東西呢,需要用到第一個 這是我們的球筒 那球筒呢,你也可以用整根 老師把它鋸成三分之一 鋸成三分之一大小 或者是你也可以用個紙杯啊什麼的 只要是中空的這個都可以 再來呢,你需要 一支完整的筷子 跟一支 短的筷子 那短的筷子呢,記得短的筷子不要超過什麼 不要超過 光碟片的直徑 再來呢 就是我們剛剛講到的光碟片 兩片 光碟片兩片 橡皮筋 橡皮筋 一條 或者是兩條 那兩條比較難穿,但是兩條效果比較好 再來瓶蓋 那瓶蓋上面呢,這裡要打一個 洞 然後呢 這個 洞的大小呢 不要比 最後一個東西,這個東西叫裸帽 不要比裸帽這裡面的洞還要大 那你準備好了光碟 兩片 橡皮筋 一條或兩條 一顆裸帽 一個打洞的瓶蓋 一支長的 竹塊 一支短的竹塊 跟一個球筒 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開始來進行製作囉 接下來我們要開始製作 那製作的過程呢 首先呢 我們要先把這一支 竹塊 拿起來 完整的這一支 然後呢 他有一邊是平的 有一邊是尖的 那我通常我老師習慣是用在平的這個地方 那怎麼弄呢 看好 我們呢 會拿橡皮筋 然後像這樣子 把橡皮筋的中間 刮在這裡後 是不是右邊一個圈 左邊一個圈 那我們隨便呢 穿過其中一個圈之後 兩支手指頭 把它捏住 什麼 另外一個圈之後 往外拉出來 這樣子 我們就會把它纏緊 了解嗎 好 那你要一條或者是兩條 都沒關係 如果兩條一樣 再做一次 把它纏起來 像這樣子 那兩條就把它弄在一起 弄在一塊之後呢 接下來 接下來 這樣子完成之後 我們接下來要穿這個 羅帽 穿過羅帽 那羅帽的方式的話 你可能不好篩的話 你就是 也可以拿個髮夾 之類的東西 把它穿過去 好 把它穿過去 穿好 穿過去之後呢 羅帽在這個地方了 再來呢 我們要穿過瓶蓋 穿過瓶蓋 瓶蓋 這樣穿過瓶蓋之後呢 穿過瓶蓋之後呢 光碟片 的中心 我們把橡皮筋套過去 像這樣子 套過去 套好之後呢 我們要穿過我們的球筒 球筒穿完之後呢 我們要再把它套過我們的 另外一片光碟 最後呢 我們的這個 一半的呢 我們這個 橡皮筋 不是光碟 橡皮筋 是不是一個圈圈 好我們這一根就把它穿過去 穿過去就放開 它是不是就卡住了 好 這樣完成之後呢 我們稍微把它調整一下 調整一下 把我們的球筒調在光碟中心 然後呢 這個也調在這個比較中心的地方 之後呢 我們這樣子就完成了 完成之後呢 我們開始轉轉轉轉轉轉轉 好 轉一轉之後呢 它累積足夠的 彈力能 就可以開始玩了 你看 準備 衝啊 那 你可能會疑問說 可是它這個一直跑來跑去怎麼辦 那其實呢 你可以呢 拿熱熔膠槍 把這一根短的固定 然後呢 把這個球筒把它調好之後呢 把它固定 但是記得喔 這個地方 是要做活動的 不要把它固定起來 你瓶蓋可以跟光碟黏在一起 光碟又可以跟 球筒黏在一起 光碟跟球筒黏在一起 然後這個也可以黏 但是這裡記得 羅帽啊 竹筷啊 這個地方是要轉動的 所以不能黏喔 那還有一點呢 你可以去做測試一下 今天呢 老師為什麼要把它放在正中間 如果呢 像這樣子 我先補充一下能量 好 我把它弄歪歪的 你會發現什麼事情呢 你看要在轉的時候 你會發現 它歪 然後我放下去的時候會有什麼狀況 來看一下喔 它就會做 扭屁股的動作 你看 從正面給你們看一下 好 它是不是在走的時候就這樣左右扭來扭去 而且呢 你有發現剛剛跑的速度比較慢 那我們把它調回中間 一樣再補充一點點能量 放下去 看 它很快就可以跑走了 以上就是我們的光碟車 試試看吧